超級飽 值得吃 這裡簡直是我去過這麼多海鮮市場 是最值得吃 河豚刺身 800日圓一碟 就可以來試了 嗯...一早起床 就被清晨逸出的陽光照耀之下起床 早餐有豐富 心情都立即變好 補充完體力之後就出發 酒店的下方有一座明神前 走的時候會經過 朝早有光之下 真是好美 來到下集 第3第4日的山口縣行程 今天由秋市出發 開車大概1小時 就去到附近的美尼市 旁晚時分再開車 大概40分鐘去到長門市住一晚 最後一天的行程 就是長門市和夏關市 開車大概1.5小時 最後就由夏關市離開 可以回到福岡 40分鐘就可以坐電車去到博多站 早晨 今天是第3日 我今早來秋吉台灣 整個山頭都充滿著鈴鐺 真的很漂亮 今天天氣也不錯 很棒 今次這個Segway的體驗是2小時 一開始會練很久 學習怎樣用Segway 很簡單 這單是中心的熱狀 可以去前後停車 學駐彎 粗肉不難 但最重要是享受和欣賞景色 我覺得上車那麼久 車有點難 如果駐彎平地 是很簡單的 對 現在整個身體 反駁 這樣就這樣 躺進去廚房 就可以上去 秋吉台擁有日本最大級的石灰岩地面 不過整座山丘都是芒草的風景 就不是一年四季都有了 記得選擇深秋的時分 好漂亮 有個小小的展望台 玩完了 真的很棒 最重要是景色真的很漂亮 Segway都不難控制 加上這次我們也是安全速度 即10公里 慢洗 由16歲到70歲都可以玩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山口遠 都來試試這個絕景級的Segway 玩完Segway之後 秋吉台還有一個不錯的Café 可以展望我身後面這個很漂亮的風景 就叫做Car Star 哇 這裡真是景觀無敵 Café裡提供咖啡 小食 雪糕等等 也有充電位 WiFi 這裡同時是旅客資訊站 我點了一杯咖啡 和一下你味的蜂蜜蛋糕 休息一下就最適合了 我來到另一杯咖啡店 叫秋芳洞 這裡是一個中雨洞 哇 哇 好高 哇 美尼市還有景點之一 就是這個全國第二大的中雨洞 秋芳洞 讓我帶大家參觀一下 剛才我挺喜歡的位置 就是有一個水池 變成反射了上面的風洞 也變成兩層 上面一個弧形 一個弧形 感覺更加大了 這個就是白梅銘 它就好像有一百隻的碟 放在這裡一層一層 我下完這個秋芳洞 其實它的長度是一公里的 但我覺得裡面的景色 真的非常值得來 還有連最後出去洞 如果一個瞬間 我都覺得非常美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 那個位置很適合打卡 從秋芳洞出來之後 聽說有一款名物叫做 卡巴沙巴 一定要試試 所以我來到這間 叫安婦屋的餐廳兼手信店 品成一下 原來卡巴沙巴就是牛旁烏冬 因為秋芳台本來就是 美東牛旁的產地 所以製作出這款美食 上面加入了炸牛旁脆片 烏冬麵混入了牛旁 起初還以為有苦劫 怎知道非常香口 意外地好吃 最後有點後悔沒有買回家吃 大家都來試試吧 終於來到這次行程中 我的第一位景點 原乃魚神社 花了十年時間 才完成的123座鳥居 長約100米的鳥居風景 吸引了全世界遊客到訪 雖然是必到景點 但這裡交通非常不方便 只能自駕遊或坐的士來 想來的朋友就要留意了 我們要來參拜 你們可以來參拜 在參拜的整個位置 其實比較小 再移動一下 這裡也不妙 這位是三代目的 有幾位 現在這位是三代目的 20年左右 最初是沒有鳥 鳥是30年前的 我來到另一個很重要的寺廟 叫做大靈子 這裡的範圍很大 地上有很多地藏菩薩 全部戴著紅色的小帽 距離今晚住宿地點 場門湯奔溫長很近 所以順便來參拜一下 秋天有風月銀行 春天又有櫻花 是一座清淨又有美的寺廟 場門湯本溫泉 亦是我今次旅程中愛上的地方 被譽為山口縣最古老的溫泉 五老土更好時尚 我覺得這裡很漂亮 你看看這裡 這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咖啡廳 很有型 原來這座叫做欣湯 是經過多年的慈湯 翻身後在2020年3月份 重新登場 最特別的是 浴池屬於站立式 水深一米 此旁邊更像有一磚佛像 可以一邊浸一邊靜收 亦可以看到 岩盤湧出來的溫泉水 對面亦是一間類似建築風格的咖啡 叫做欣湯食 提供輕食和咖啡等等 這條溫泉街以一條雞樓作為中心 沿途有很多小橋 兩邊為建築物、酒店和旅館 2020年3月份 更有星野集團的進駐 興建了戒場門 你看這條溫泉水 這條溫泉是灰色的 晚上更有點燈活動 景色非常浪漫迷人 又有竹林又有紅葉 連河樓上的小徑都有點燈 真是費盡心思 設計得非常好 吃飽飯浸溫泉後 記得來散散步 constant 去店表面登房來到酒店 享受完晚上後好好休息 迎接旅程的最後一天 早安 各位 今天去到第四天 最後一天 昨天的行程挺精彩 去了很漂亮的長門湯門溫泉 也是我居住的旅館 去到原乃雨神社 跟秋芳也很喜歡 都是山口園絕景級的景點 今天最後一天 去看一條很長很長的大橋 吃完下午就回去 去吧 各位早晨 今早是非常健康的日式早餐 有魚有菜有飯有湯有水果 從湯門溫泉開車大概一個小時 今早去見識一下下關市絕景之一 角島大橋 我剛剛說的大橋就是這條角島大橋 可惜今天天天不太好 天天白色 海也不太好 但橋也挺長的 大橋長1780米 除了可以在大橋上辭聖之外 還可以開到角島來一趟小島旅行 終於來到最後的景點 終於吃壽司的朋友 一定不能錯過 我覺得性格比真的很高 這就是唐湖市場 超級飽 超級飽 這簡直是有很多海鮮市場 是最划算的海鮮市場 這製司很大 而且很便宜 我有沒有眼花 這間竟然只有一百日圓 魚山這麼大塊 還要這麼新鮮 本色真是花多眼亂 好餓 看見這麼大 好想吃 大家看看這個活的Kampachi 和活的Muritoro 二百日圓這麼大 這邊還有月子 鰻魚等等 一邊看一邊流口水 河豚刺身 八百日圓一碟 你就可以來試了 哇 你看看這條很晶瑩通透 好安靜 超級飽 超級飽 我走那邊看 已經很餓了 很開心 如果你喜歡吃壽司的話 這條簡直一定不會後悔 便宜到這樣 你可以吃很多 有什麼都想吃 帶點頭一碟 但這條改倒是 些事位一點 很好 因為未聽老天把它爭光 於是要試試 這條是很可愛 焦窩 Pork Aim also ward 然後 不錯 都要點 我們買完食物之後 加多200多日圓便會做一個Hugu汁給你 你可以加上這個 這是什麼? 清掃 清掃 還有第二間再多買一點 大家在欠生意 雖然買的產品有點類似 但款式有點不同 新鮮度有點不同 就可以自己選擇了 我想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包括白紙 其實我不是很好吃白紙 但我覺得值得一試 不是看到有得吃 魚生肥味加上新鮮 真的很好很好吃 餐廳吃過一定不止這個價錢 我手上有一盤很漂亮的河條 很大包很厚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貴 而且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 很划算 在這個市場外 所有坐在這裡 欣賞風景的人 都是拿著一盒壽司吃的 4日3日的行程完結了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景點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最後也不會錯過文字版的郵寄 包括所有行程的詳細資料 地址、價錢等等 記得上mishire.com上面閱讀 再次感謝各位收看 把這段影片分享給同意 喜歡到日本旅行的朋友 看見了啦